Yo 歡迎來到DBS 那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Escape from Tarkov 裡面其中一個任務 這個任務呢是Peacekeeper任務 他就在我們上次介紹的Fishing Gear任務之後 那這個任務的名字呢 叫Tiger Safari 那其實也很簡單啦 這個任務基本上就是你一樣 要帶三個標示器 就是三個Marker 那這個Marker呢可以在Proper那邊買到 那你就帶著這三個Marker 在Custom這張地圖 海關這張地圖標示 地圖上的三台Tiger 越野車就可以了 那這個越野車在遊戲中是長這個樣子 而現實中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期待說之後 遊戲中可以開車啦 不過這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就是 那這個三個標示呢 你可以分場完成 如果你覺得風險很高的話 而且它標示完之後 還需要你撤離該地點 那撤離的部分也可以分開 所以整體來講算是一個風險蠻低的任務 那一樣 做這個任務的時候 依然建議你把Marker 放在你的保險箱裡面 這樣如果 不小心 任務失敗的話 Marker還是在 不用重新買 好 那這個簡單的介紹就到這邊 那有問題 或是要討論的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那我們是DBS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